那个 之前谈过恋爱吗 之前没有 这个是初恋 所以我也不敢跟我说 所以他觉得你白纸嘛 单纯嘛 你觉得你想要取一张白纸回家 OK 但你听懂了他的意思吗 他的意思是 我不想一张白纸的嫁给你 世界那么大 是吧 我想去看看嘛 你用各种各样对他的好 来表达出我对你是好的 最后让他需要你 你觉得这种需要是爱吗 你三十多岁了 你谈过很多恋爱 你觉得他听你的言听自从 但你真心觉得这是一种爱吗 你如果真的觉得他是爱你的 你慌什么 你怕什么 你很清楚地知道 他在这一项是有所保留的 所以你慌嘛 所以你恐惧嘛 你恐惧 然后用更多激烈手段去逼他结婚 我觉得真心没必要 爱情世界 不是因为你付出 就一定他要回报了 今天跟你谈恋爱 是因为你对他好 是因为他对你可能是确实有感情 他也没有经历过对他那么好的人 但是他有底线 他知道这个世界我还不明白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要再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的 这是他的诉求 你要允许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有这样的诉求 他就想看一看这个世界有没有更美好 所以我一直觉得 真正的单纯 美好 干净不是那一张白纸 因为那一张白纸迟早 有很多颜色会画上去 真正的干净 单纯 美好 是历尽沧桑之后 又回归到了本源 那才是真正的单纯 说他好骗 你好天真啊 真的 32岁了 你也就是十几岁男生的这个情商 你还不如人家成熟呢 他心里门清 他什么都明白 只不过是你把这些所有的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而且我再说的 就是通俗易懂一点 你对他的爱也不单纯 也是带有目的性的 你在他身上实现了你男人的大英雄主义的精神 为什么你觉得他跟你之前的女朋友都不一样 因为你之前女朋友可能你说东人家不一定听你的 但是他呢 由于他可能涉事还浅 所以他觉得你是一个比他长几岁的 说的东西都有道理 他只是对你的一种仰慕的一个心态 还够不到爱那一块 而且我告诉你啊 男生 在他心底 他是抗拒这个十岁年龄差的 姑娘我说的对吗 对 大得太多了 对吧 所以你现在跟他谈恋爱只是暂时的缓兵之计 其实我还是觉得如果他真的能等我几年 我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的 这个不否认 但是等着这几年当中 如果再出现一个男生 你首选肯定不是他 所以不要把感动当成爱情 而且姑娘不结婚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时间 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对你的爱还够不到结婚这个层面 所以你就算再逼下去 唯一的结果就是直接分手 也许这句话 其实原因是因为你傻 我们娶一个女人当然是因为她善良美丽又聪明 谁会找个傻子回去 那你的潜台词无意是 我怕别人先欺骗他 所以我先把他给骗了 我告诉你 男生你担心是没有用的 你即便结了婚 你依然可以离的 虽然他这个想法很不对 但他不止一四地跟你说了 我跟你在一起就是要结婚 你不想结 你就别玩别吃别收啊 你们都是套路 你有你的套路 我有我的反套路 我始终认为在爱情生活当中 用有招有数的方式去处理的人 始终最后被生活所欺骗 骗来骗去骗自己 没有真情实感 你有那么爱他吗 你有那么喜欢他吗 我就是跟他在一起 我就觉得很开心 是啊 你的很开心是因为 他能够满足你所有的供应 这样的一个男人对你很细心 对你毫无脾气 唯一的要求就是结婚 那么你对这样的男人 当然不反感 但是当彼此谈到将来的 共同生活 甚至是在一些精神和文化上的领域的时候 你会觉得跟他没有共鸣 但人不能太贪心 一方面觉得你作为不了我的精神伴侣 一方面我要享受你的物质共鸣 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 你明明白白说清楚 别说三年四年 我根本不知道将来我会不会跟你结婚 虽然现在咱俩感情不错 但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 所以我们应该自由地选择 你早说清楚了 何至于此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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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